有粉丝想看计时版的潘玉大捷案 今天他来了 1995年12月22日 广东省潘玉市北交储蓄所 发生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涉案金额最大的一起武装结抄案 从长远角度出发 此案带来的影响力大于当下 还为北京的百宝山 湖南的张军 武汉的马汉青等一系列汉匪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此时他们才知道 原来除了小偷小摸 拦路抢劫以外 钱还可以这么赚 12月22日上午7点25分 是农行运超车 如往常一样 缓缓地停在了银行门口 三名女营业员正准备上前取款 慌在此时 从一旁的小巷里 闪出了五个男人 五人将运超车团团围住 紧接着 枪声便如暴斗般响起 两分钟后 再将两名京警打伤 一名京警拖到运超车上 抢夺来两名京警的手枪后 五人将运超车开走了 车上装有人民币1320万元 港币241万元 广东警方接到报案后 立刻采取行动 仅用时13分钟 便封锁了潘虞市各大路口 按照时间推断 几人肯定被堵在了潘虞 但奇怪的是 几人连同运超车 就好似人间蒸发了一样 古寻无果 为了确保万物一失 随后 警方又在珠江三角洲 一带设侠土捷 但结果已久 隔天 12月23日 警方在轮轿镇 一处废旧的仓库旁 找到了被开走的运超车 在副驾驶 警方首先看到了 被劫持的京警郭景昌 其身中四枪 已经停止了呼吸 随后 在后备箱 警方又找到了 14个丢失的钱箱 其中 8个钱箱 已经被打开了 还有6个位被撬开了 尚有人民币 167万元 港币33万元 这些都是在意料之中的 意料之外的是 在副驾驶的座位上 警方发现了一把 五四式手枪 枪上有编号 这位接下来的破案 起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 经查明 此枪来自清远县某银行 顺藤摸瓜 第一个嫌疑人出现了 何永心 27岁 该银行职工 曾在深圳某武警支队服役 此人豪赌诚信 透支银行数万元 案发前外出后 至今下落不明 与其一同下落不明的 还有他保管的 五把五四式手枪 其中一把 就是警方在运钞车上 发现的那一把 围绕何永心 展开调查 不多时 另外四名案犯的身份 也明确了 他们分别是 何伟光 25岁 广东阳山县人 仁宋外号鬼马师爷 事发前两个月 他就曾在清远县 策划并实施了一次银行抢劫案 抢走人民币15万元 港币6.8万元 吴兆全 24岁 广西藤县人 曾在广西柳州驻军 某部队服役 袁长荣 25岁 广西阳山县青连镇人 当过兵 何东海 26岁 广东阳山县青连镇人 几名案犯的身份明确了 接下来就是抓捕 也正在此时 警方终于找到了几人 人间蒸发的原因 原来 他们是压根 就没有选择走路路 案发两分钟后 在警方的包围圈 还没有行程之前 他们便逃离了攀语 直奔乌江渡口 在乌江渡口 他们坐上了在此等候的火船 这是警方没有想到的 难怪了 那他们是怎么样坐上你的船的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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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行驶到了青连县码头 袁长荣和何东海 在此下的船 回了家 另外三人 在何伟光的带领 首先回到了他阳山县的老家 他们找了一个大货车 又购买了200箱饼干 以饼干做掩护 将赃款家藏在其中 顺利地瞒过了检查的干净 在接下来的几天 他们一路南下 旋转跳跃 最后在广西腾县太平镇落了脚 这里是吴赵泉的老家 几人前脚刚走 后脚警方便追了过来 通过询问船主以及车主 警方基本上明确了几人的踪迹 首先是吴赵泉 他是我认为最亏的一个人 他是一毛钱都没花 一个井都没钻 就被警方抓到了 在其家中 警方起货了四支五四式手枪 以及人民币五百多万 事后 据吴赵泉交代 在将赃款掩藏好后 何永新和伟光两人便心心念念着要钻井 临走之前他们扬言要钻遍广西 当下大概率还在广西 专案组得知这一重要情报后 立刻致电广西公安厅协助调查 说是时 那是快 隔天 广西公安厅便部署了在两江沿县的 吴州 滕县 平南 桂平 桂岗的查控工作 12月27日 柳南区派出所在巡查中 察觉到了一丝异常 位于飞蛾路的南天大厦 有一个兴赖的人 使广州清远县身份证包住了609客房 与他同住的 还有另外两个人 抱着不放过任何一丝可能的机会 指挥部立刻调记特警 组成抓捕小组 次日凌晨四点 抓捕行动正式开始 事后 经查三人并不是一二二的劫匪 但也算不虚此行了 三人身上都背着案子 在此之后 围绕二合酷爱钻警 警方展开了对应的集体警察 你还别说 还真拐用 四天后 1996年1月1日 在柳州市 某洗浴中心 警方找到了二合的踪迹 据该洗浴中心的领白说 几天前 两人来按摩 按着按着 就把技师刘家林拐走了 说是要研究一下按摩技术 以一万五千元 购买了私教课 根据这一线索 警方立刻展开调查 在另外一家洗浴中心 警方如愿找到了刘家林 据刘家林交代 二合将他的技术学走后 就将他开除了 现在 他们聘请了另外一个按摩师 他叫为美星 此时此刻 就在楼下 警局内 为美星之无不言 言无不尽 他供出了他知道的 所有关于二合的消息 也供出了二合 现在的藏身地点 丽江新村 这栋604 次日 凌晨三点 由特警组成的抓捕小组 赶过丽江新村 手足带肚 天亮时分 和永新拖着疲惫的身体 从外面回来了 他刚刚进门 还不由其做出反应 便被三名特警制服了 上午11时35分 和永新被特警秘密地 转移到了行侦之地 很快 他便交代出了 他和何伟光 在柳州的活动轨迹 原来 早在两天前 两人便已经转移了 此时 两个按摩女并不知道 起因是 一朵多亿的何伟光 发现两个按摩女 动过他的包 他偷偷地 带着何永新 又租了一个新房子 何永新来立江新村 是瞒着何伟光偷偷来的 他的初心 应该是想故地重游 这一下好了 他是直接游进了 警方的包围圈 考虑到何伟光一多多亿 警方想到了利用何永新 诱补何伟光 也正在此时 何永新的电话响了 正是何伟光打来的 何永新并未做过多考虑 便决定配合警方的诱补计划 当晚 霓虹花店 何伟光出现了 也落网了 事后 在两人的新窝点 警方起货了50多万人民币 以及90多万港币 至此 五名案犯 只剩下一开始在青莲县下船的 袁长荣与河东海们 多方抓捕小组 汇集青莲县 通过多方面消息的汇总 警方得知 袁和两人在家短暂停留后 可带一名女子 前往了距离清远市 有三个小时水路的新坡村 考虑到两人随身携带了两支五四式手枪 经过商议 警方决定 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强制手段 击毙嫌疑人 1996年 1月5日 由100多名特警 武警组成的抓捕小组 先乘车来到了青莲镇 随后从青莲镇乘船来到了新坡村 为防止两人逃脱 警方下达了封航通知 下午17点54分 抓捕小组登岸 17点56分 抓捕小组进村 17点58分 包围圈形成 此时此刻 袁和两人连同他们带来的女子 变成了惊弓之鸟 看着屋外 密密麻麻 一个个鹤枪实弹的干警 他们已经预料到了自己的结局 他们开始隔门叫喊 开始朝屋外设计 一个多小时后 袁和两人的心理防线崩塌了 他们没有自杀的勇气 他们就好似搁浅的鱼 任由警方给他们带上了手盒 事后 在其家中和老家的山洼里 警方成功追回赃款130多万 至此 参与122 判于大劫案的五名案范军落入罚网 那么问题来了 枪是谁丢的 是吴赵权 事后 他只分到了一万块钱 也难怪他不去钻警 罪犯 罪犯 何委官 犯故意杀人罪 抢劫罪 经判处死刑 剥夺权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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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费